邵董 你先 干嘛 好 别拿钱 不止 那些保安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进公司 还要跟什么人汇报 不能慌 你不能慌 慌了就千光忌气了 梁叔叔是怎么回事 他当财务总监 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是他们察觉到了吗 还是那三千万 那是已经暴露了 要不走吧 万一他们已经知道 就麻烦了 可是 眼看着他就上钩了呀 试一下 如果他还能动钱 就说明没事 如果不能动 就能动钱 文莉 对不起啊 我知道那两百万是你的 如果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齐文 我们不是立志要拍一部伟大的作品吗 嗯 那如果我们匆匆忙忙地拍了 就算拍出来那又怎么样 到底是这个道理 可是我爸压口就不支持我拍电影 他肯定是不会给我们任何钱的 齐文 咱们去美国吧 去好莱坞学习深造 等我们在艺术上更成熟 再拍我们自己想拍的电影 也不迟啊 可是 这华人在美国好莱坞 应该没什么机会吧 怎么没机会了 人家李安导演不也是华人吗 我们要做就要做全世界顶级的导演和编剧 不是 我要达到李安导演的成就 我恐怕 在我眼里 你就是李安 你要去美国开拓业务 齐文啊 这国内的业务你还没弄熟呢 你这就 梁叔叔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你要是和我爸站在一起 我现在就不干了 我立刻和文黎去美国 好好好 你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怎么向你爸汇报 赶紧的 梁叔 我回去等你消息 喂 还真的来了 好吧 你这样来答复他 我的相机还没到吗 真没到呢 小丁总 到了 赶紧跟我说呀 好嘞 好嘞 小丁总 哎 文黎 几位 我以前来都没有人问 为什么这两次来 本来都要打电话 是打给你吗 没打给我呀 我估计是不是打给梁叔了 哎呀 不重要了 文黎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爸已经同意给我们 往美国转钱了 太好了 而且我爸说了 能给我们三千万呢 不过呢 这三千万 他现在暂时先转给了梁叔 梁叔只给我转了两百万 不过梁叔说了 他这么点的钱 他可以随时转给咱们 那真的太好了 齐文 你看你爸爸 还是很关心你的 一下子让梁叔打了 这么大一笔钱 就是怕你到了美国 遇到事情离难 哎 我这次可也是很严肃地 和他们交涉了好不好 我觉得呀 我以后 对他们就应该 再强硬一点 是啊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你一定没问题 我特别相信你 这是温丽给我们的 他名下的一个账户 你们看是不是 这温丽太狡猾了 之前明星的钱 早就被他转移了 我觉得他肯定 我们不会再用这个号了 没想到他还敢用 不行 我不能再让他用 后面可能再要 麻烦您梁叔 这次转他二百万 他同意吗 他不敢不同意啊 他还盯着我们家齐文呢 如果他表现得 太迫不及待 会把齐文给吓住的 我们家齐文啊 真是个傻孩子 那他们俩最近 有什么打算 您知道吗 齐文正忙着 去美国拍电影 这个 温丽好像有点犹豫 我想啊 她是应该 在等着这笔钱 到她的账户上 这个女人还真是 贪图无厌 没事 我们之后会按照 计划行事的 他就会好 他就会想要 他就会想要 对